目前我的当事人李世民众医师被羁押近见 那他已经表示认罪 所以透过我们律师 包括我还有常大文律师跟陈寅寿律师 然后发布这个致歉的新闻稿给媒体 他对于他这一次使用这个诛杀禁药的行为 那么向他的患者以及世卫道众表示欠意 那他承诺他一定会配合司法单位跟卫生单位的调查 然后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然后尽全力来善后弥补他的过错 那同时就这一次的违法使用金药行为 那么因为是个人不当的势力行为 跟全体的中医界无关 那中医界会有优良的牵连的传统 是我们民众所共事认同 那么对于众议师同业因为个人的不当事件 那么遭受质疑甚至形象受损 那么他也深感歉就 因此也向所有众议师同业 以及各地众议师同业公会 诚心来致歉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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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